B站YouTube上 画手孩子们经常喜欢拿一年前和一年后的画作对比 展示自己的进步与画有空面 村长觉得这很有意义 那由于村长都已经是能当大家爸爸的年纪了 甚至也许就是某些人的爸爸 妈 我问你个事了 所以村长展示的肯定不是一两年的进步 而是十年的进步 这是村长十几年前的水平 这是村长今天的水平 村长 你这十年是不是民放吃饭了 全世界画得帅 画得漂亮的画手不少 但能画得可爱的画手却稀有很多 那怎么画可爱呢 即使对动漫游没有多大兴趣的常常亮女 也常会在甲娃店 公仔店住足许久 可爱的卡通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 连接着硬核二次元和非二次元的视频 日出处有个奇怪的国度 这个国家里随便一家咖啡店门口的黑板上 普通店员用粉笔画的小卡通图案都可以很可爱 这个国家的人用Kawai评价大粉饰 甚至用在尴尬的时候 其实上世纪末这个国家经济的崛起 Kawai评传播到了全世界 让世界的动漫行业 越来越趋向日式卡通的可爱 甚至欧美女性最近也喜欢用Cute 来形容感兴趣的男生 比如 村长小时候在英国居住室 附近有个中学 十一二岁的Yorkshan小女孩长得已经和大妈一样成熟了 而中日韩不少人到二十岁还没有脱妈妈脸 我们东亚的男性 不要说胸部光滑过猫 像村长这种小白脸 腿上的猫比东欧女性脸上的都要少 你想过东西村民的感受了吗 Hash at the 2 这是因为我们东亚人总理 有一种让皮肤修复速度更快 生长也更缓慢的 一导静变一导致 中日韩文化 其实自乎也更崇尚漂亮的 长得可爱的男性 更别提近些年了 本身就携带可爱基因的我们这些东亚花兽们 更应该懂得怎么使用可爱这种强大的武器来影响世界 村民们 平常看到秋卡哇伊的东西时 有没有可爱的想抱想舔 可爱的想住一把 可爱的想把他杀死的感觉 哦 可爱弱哦 有点害怕了吗 当人类看到可爱的东西时 特别是看到村长这么可爱的神材时 哇 大脑中掌缓快乐的中属 Nucleus Accumbens 分泌的Dopamine就越多 这和吸毒 酗酒 黑XX 是刺激的大脑区域完全相同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每天像吸毒一样 找猫猫搞笑视频来嗨的原因 吸猫这个词很贴切啊 但很多很会画萌萌的画手 自己也并不清楚为什么这么画就能可爱 全凭自己的第六感来画 其实只要内心充满童真 又能画出最可爱的图画 斗金 才怪 村长每天生活在 给各大知名公司设计可爱的卡通形象的 严酷战场上 可不接受感觉这么不靠谱的东西 我们看这两个简单的符号 有没有觉得可爱感不同 而且任何国家的人来看 都会有类似的感觉 说明人类对可爱的识别 是有一套可循的通用规则 从造型上来说 有脸的比没脸的可爱 小而无助的比大的可爱 短的比长的可爱 偏向正远的比偏向尖的可爱 头身比例大的比比例小的可爱 文字装饰图案也符合同样的原理 那么这些被人类视为可爱的元素 到底来自何处呢 这个世界上 有一群天天随地大小便 在地上暴哭耍魂 漫模帅哥靓女 从来不懂感恩的渣男渣女 叫做人类幼崽 即使你跟村长一样讨厌熊孩子 但是我们基因中还是埋藏着 对幼儿人类幼崽特征的动物和物品的天生钟爱 这种特质是神为了防止我们 不会真的把这群小渣男一脚踢飞的生物机制 如果所有婴儿都长得像黄渣 那人类很快就会灭绝 他咋都进去了 五官的大小 位置也极为重要 差一点给人的感受完全不同 眼睛越大越睿直 越小越无知无助的感觉 眼黑比眼白的比例 越高越水灵 越低越神秘密 眼睛竖向距离 离得越开 显得越成熟 眼睛横向距离 靠得越近越傻屌 越开阔 越像Benedict Comberbench 说到Benedict Comberbench 就不能不提 本期节目由陶瓷日语提供弹注 哦 先接着一点的播 大家注意到前面超越日本深优的日语萌音了吗 咱们斗斗村的客专深优 正是喜马拉雅最火的美女日本语老师 Mungu Sensei 从小在日本长大的Mungu Sensei 日语发音纯正 普通话又媲美新闻主持 比日本老师更懂中国学院的需求 他最新和日本人合作打造的 日语口语网络课程 能教你用母语人的思维方式 开口说日语 掌握最新最地道的交流 拯救口语渣渣 适合想要出国留学旅游的 想要拥有媲美日本深优的存证口音的 想更多了解包括动漫游在内的 有趣日本文化的村民们 除了最新推出的口语课程 还有专门针对日语专业和出国留学的 N5-N2考级课程 课程速度清晰简洁易懂 村民们通过这个二维码 链接进入了解和咨询 既可以圆自己的日语梦 又相当于给咱尊一点点的支持 可爱不光体现在图案上 如果忽略了动态和性格 一作动画一创作故事 角色就狗屎了 动态上来说 摇摇晃晃的比稳定的可爱 发出不知所谓的声音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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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混合语 这些会产生可爱的感觉 嗯 话说你们经常说的 是啥意思 性格上来说 傻傻不懂事的 或者外形可爱 但是假装成熟 很容易被识破的 或者有点小坏的 不可以产生可爱的感觉 总结来说就是爱胖手 别假肥 别学习当个人家最可爱 可爱的本质 可以归纳为 真实 不会假装 那就是为什么 有些直藏子大叔大爷 也可以被视为可爱 设计可爱的角色 并不需要全部打众上面的规则 比如 Baymax Iron Joint E.T 在外形上 都不能说可爱到爆 但他们有可爱的动态 可爱的性格 这样形成反差 有时更讨人喜欢 但有一点很困扰 国家标准的卡通吉祥物 从造型上来说 并没有违反太多可爱的原则 但为什么能让 除了Lobby领导以外的正常人 又有令人作偶的感觉呢 在孩童般的真实里 加入虚假 掩藏 异常的元素 就会让人觉得恶心 甚至可怕 比如一个长相可爱 人色甜美的偶像女星 突然爆出吸毒 酗酒 披茶 披头脑 就会恶心 如果给小孩子戴上面具 甚至有可怕的感觉 还有那些特别像人 但是不是人的东西 也让人感觉恶心 这个效应就Oncanny Valley 之前三代人偶里 有详细讲解 有历史痕迹的 古旧的东西 会产生神秘感 也会减少可爱的感觉 比如年华娃娃 葫芦光 布鱼公仔 日本人形 可能1930年出生的人 会称为可爱 但2010年出生的 肯定不会有这种感觉 大家喜爱的 在100年以后的孩子眼里 和日本人形 是一样核心的 卡通吉祥物 一方面是造型上 有这种年代感 更重要的是 它们常常带有logo 各种象征意义的元素 这些让人明显感觉 有某种目的性的设计 这是让人产生厌恶感的 主要原因 可爱的原理 虽然世界通用 但由于每个人 成长环境各不相同 和笑点一样 每个人的萌点 也是高低不同的 比如 物诺のきひめり 这些摇头的小精灵 有些人会认为可爱 因为小小的 傻傻的 但它们的神秘感 又降低了可爱度 萌点高的人 就会认为不可爱 小时候养猫 跟猫组的生活 有更好回忆的孩子们 长大后 也会觉得猫比狗更可爱 而毛绒的虫子 大眼睛飞蛾 造型本身 应该是可爱的 恶心的存在 你考虑过 观众专业的村民吗 我们观众没那么多 要画吧 人类对自己幼崽 或者属于自己的玩偶 也会觉得更可爱 所以每天朋友圈 才有那么多 赛娃拉投票的 村长想对这些家长说 你的小孩很一般 没有天天陪村长 睡觉的小熊 你公仔可爱 啊你好烦 都快结束了 就一定要赛你的破熊 你这样过不了神当 那些并不想追求 装逼化工 就喜欢画简单可爱 朦朦的村民们 从我们今天 这些原理开始 去探索更多 属于自己独有的 单纯而真实的可爱 在这个还充满斗争 还不够可爱的世界 Stay Cute Stay Real 豆子 到底啥意思 对了 豆子村长期招募 兼职和全职的文案 和编辑大人 如果你文风简秘幽默 决心之是快 脑洞大 夜片量不凡 欢迎将你的作品 和点力发给我们 来一起创作这些 能帮助到更多 走在伟大画手之路上的 村民们的有趣教程 如果咱村视频 对你有点帮助 在微博 微信 Bilibili 半次元 YouTube上 有爱的豆子村 点个关注 以免凑个咱村 更多好玩又有用的视频 村民们 下次见 Adios